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油酥火烧的做法 外酥里软,层次多 先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倒入180毫升的酵母水和面 里面加了3克酵母,5克白糖 搅成大面絮以后,下手揉成面团 像这样中等软硬的面团 杏花子两倍大 接着调油酥 碗里倒入两勺面粉 加入适量的盐 倒入适量的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没有面粉颗粒 像这样很细腻的状态就可以了 两个小时,面团就发好了 里面都是小气孔 拿出来充分的揉搓排气 这样也有助于二次醒花 然后搓成长条 用掌心压扁 擀成一个长黄形的面饼 厚度约0.5厘米就行 淋上调好的西油酥 用刮板刮得均匀一些 这一步也是启程的关键一步 然后从底部给它卷起来 增加饼的层次 再切成均匀的面剂子 把两头捏严实 防止漏油酥 放回面板上 擀成一个圆饼 将面饼对折成一个三角的形状 再次擀开 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 盖上保鲜膜 二次醒花15分钟 醒好的生胚 拿在手上轻飘飘的 放进预设好的电饼厂里 开大火 上下盘加热 烙上两分钟 闻到香味了 在表面刷一层薄油 给生胚翻个面 再接着烙上两分钟 大火烙至能锁住水分 不易流失 新手的话 可以用铲子按压 立马肥弹 即可出锅 咱们的油酥小火烧 就这样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用手一抓 特别酥脆 里面松软 层次也多 个个都空心 特别的好吃哦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我们下期见